世界杯已进入八强战,同属下半区的俄罗斯和英格兰在四分之一比赛中将面对各自的对手,克罗迪亚和瑞典。 如果两队只能击败对手,那么俄罗斯和英格兰将会在莫斯科进行的第二场半决赛中直接碰面,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。 球场内,英俄两国有机会几天后半首了,而球场外,一股硝烟已经弥漫开来。 据英国《太阳报》原理7月2日消息人士的话称,俄罗斯间谍中毒案的调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,确认两名异修早已逃回俄罗斯。 7月5日,路透社再次披露两名英国公民生中落为乔克,神经毒剂,患者为一名44岁的女性和一名45岁的男性,在明显是偶然接触了这种有毒物质后身患重病。 英国7月5日,要求俄罗斯提供前双料间谍及其女儿,早该神经毒剂袭剂案的详细情况,中毒的两名英国公民,英国天空新闻网站对此,俄罗斯第一时间否则与此事有关,并回应称,英国人是在玩弄骂脏的政治游戏,俄罗斯驻荷兰大使馆,5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, 英国若认为俄罗斯会在世界杯毒球赛举行期间,在英国发动新一波的神经毒剂攻击,这种想法就太愚蠢,确实,这起新的中毒事件时间点耐人寻味。 通过半届世界杯,俄罗斯人在球场内爱,已经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热情,当世界目光都聚集在俄罗斯身上时,英国人跳出来指,则俄罗斯再次投毒确实有些现象。 有舆论认为,英国人的做法主要有两个目的,首先是为了干扰俄罗斯世界杯,间谍中毒案被英国爆光后,英国引领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战,欧洲国家和美国纷飞是主板国的俄罗斯外交人员,英国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抵制本届世界杯的口号。 因此,这时候,恰逢世界杯激战震撼,英国人想再破一桶冷水也不足为奇,警察封锁是八地点,新华社其次,则是特雷沙梅政府,在脱欧谈判中的低效和软弱,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。 有消息甚至称,英国有可能会在10月份再次举行公投,在这样的背景下,中毒案再次提起,可以转移英民众的注意力。 缓和政府方面的压力,不过时至今,英国依然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,证明3月份发生的中毒事件,为俄罗斯特工所谓,许多此前想因英国制裁俄罗斯的盟友们,美、德、法等国家,也纷纷在最近一段时间和俄罗斯关系混乱,相信这是英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。 而俄罗斯人这一次面对英国的责难,并没有气急败坏,展现了一定的风度和耐心,毕竟世界杯还没有结束。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日策,一次中毒事件,并非在英国首次出现,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对此事表示担忧和关系。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尔说,呼吁英国执法机关不要赢,和英国某些势力搞出来的政治游戏,而应该开始与俄罗斯执法机关合作。 俄方对此做好的准备,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,塔斯社德雷莎美此前称,内阁大臣以及皇室成员将不会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。 俄英国官员甚至称英格兰队应该退出俄罗斯世界杯,但显然这种想法的提出毫无意义,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足球和政治混在一起。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,人们是不能容忍足球为政治而牺牲。 如今,三师军团英格兰已经打入巴强,并且被很多人看好成为本届世界杯夺冠的这门队伍。 同时,俄罗斯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,也杀尽了巴强,并且搭有继续前进的势头,不知道在半决赛中,如果两支球队真的相遇,会是怎么样的局面? 作为球迷和观众,当然是希望比赛更激烈,更精彩,而不是球场外的因素,来干扰足球本身。